我呢,很多年前認識了二牧師之後 我整個祈禱的平台,整個方法我都轉了 但二牧師沒有親自,好像現在這樣教 但那時候我很多個禮拜,二牧師來找你 之後呢,我慢慢到今天,我已經維持了大概有四年的時間 我裏面最多的祈禱是一句說話,是Hallelujah 我聽到自己裏面的靈很active 是跟神一連接,裡面有一種我們所能表達的說話叫做興奮 有些叫做很愛慕 我覺得背後呢,我自己在捉摸的時候 因為背後有一個明白,就是原來神你真的很愛我 去到這個位置,比起家裡每一個人更加愛我 比起這個世界任何東西都更加愛我 還有一件事呢,就是覺得呢,神幾個愛呢,使得我裏面很愉快 是呀,很安慰,還有呢,我這幾年發展到我本身一個 都不是一個急,或者是一個藤雞人,我本身都不是 但因為我這樣樣的精神呢,我裏面更加穩陣 很穩陣的意思是穩妥,不容易害怕的那個人 還有呢,多了一份的從神來的智慧呢,是不知道神是用什麼方法 但是神的靈的確呢,深入我們的五藏六虎 深入我們的潛意識和思維裏面 讓我們突然間多了一份呢,是從神來的態度去處理 以往不懂得處理的事情 我這幾年經歷很多 所以其實我的五性禱告是很少 我方言禱告比較多過五性 但是再講多些,我最多的就是好像葉牧師現在所講的 就是無聲的禱告 我一開聲禱告的時候,就是一份湧出來的喜樂 就是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神的靈就在裡面的搞動 我自己就很少在身體動的 我是在身體裡面感受到聖靈的那個流動 帶來呢,有一種很大的開心 有時候我這樣,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但是不是不能呼吸的 是一直浸淫在那種神的同在裡面 偶爾就會有一些很有趣的音樂和歌曲 會走出來去敬畏神,去敬拜神 越是這樣子的時候,整個人就不用著重於每日 我哪個時候祈禱 我就發覺發展到,人和神已經是連在一起 所以其實背後有一個很重要的愛 牧師一直教我的東西裡面,有一樣東西我自己 read 到 什麼是最重要呢?就是走神的路裡面 遵行神自己的法則 遵行神的心意,以神為樂 所有東西神說好我就做 神說不好我就不做 在聖經的根基裡面集穩 那個生命有很大的改變 的確,這個是我分享 好,多謝你,多謝你分享 多謝你 這個人的感受是什麼呢?就是很明朗的 我經常都有一種覺得很明朗的感覺 因為神的愛在這裡 神是光的嘛 所以其實人比較變得很敏銳於什麼呢? 敏銳於罪 我就會很敏銳於罪 覺得神不會喜歡我這樣 就馬上停了不要做那樣東西 如果是準備在做就停去做 想著 立刻就知道不對,不再想 因為這些是犯罪的種子殺在我們 是撒旦的工作 所以我們每個人都可以的 我就是幾年前認識葉牧師 那時候我大病的 然後我生命沒有想過自己會好 我本來是在步向死亡的身體 那突然間 神,這個是一個額外的恩典 我現在講的都是講多了的在這裡 就是我由死裡面變到今天一個很健康 很強壯 靈命也都很硬正的變得 我沒有想到呢 神是會這樣幫我 所以我裡面經歷了一個很大的恩典 很大的醫治 那所以現在也是呢 令到我自己整個靈命 有一個180度的反轉 那我相信我們人的困難呢 在神裡面,在困難的時候 我在困難的時候 就是葉牧師打電話跟我說 你可不可以啊 姐妹繼續走神的路啊 我當時怎樣 read這句話 和大家分享 我說我心裡面呢 就想,不是啊 都快死了 還有責任 我一想就想到責任 是不對的當時 但是呢 我後來慢慢明白過你 原來那句話 你願不願意繼續走神的路啊 就是給神繼續掌管 給神大 還有那時候我看不通 看不透 看不透什麼呢 我死了 還沒回神道 我想不到這個位子的 就是覺得自己很慘 很慘 很慘 只是想很慘 誰知道我今天看回這些呢 這些經歷當時很可憐 很辛苦 但是原來很寶貴啊 很寶貴令我認識生命是什麼 認識上帝是什麼 還有多了一個的同理心 去明白人的需要 所以呢 大家都努力加油 在困難的裡面更加依靠神 所以牧師你開這個平堂 我很欣賞的 我很開心的 盡量在裡面 我發現呢 當進入這個平堂的時候呢 可能大家都感受到 那個心在神裡面呢 是很穩陣的 就是很喜歡親近神的 因為神的真理 令到我們明白它多了 那我鼓勵大家呢 繼續努力 當經歷到神的一些好處 一些的恩典的時候 我們互相在這裡分享 互相造就 互相加油 就是這樣了 嗯 多謝你的分享 那麼呢 我會把姐妹你的分享呢 除了在這個 這個錄音裡面有呢 我會把它拿出來 成為一個獨立的影片 放在網上 OK嗎 可以的 可以的 好 那我有少少的 對你的 少少的一個 提醒 希望你不要介意 你先用陰功那個字呢 我想告訴你 這個是佛教的字眼來的 我要基督徒 避免這個字 就是他很陰功 就是說你什麼功德不夠好 就是很慘啊 那種 收到收到 我馬上回答 OK 多謝你 好 我會呢 是成為一種的狀況呢 由早到晚 由晚到早 甚至乎我睡覺都在其中 那種的狀況呢 當我們呢 當我們呢 我們說是 啟動了 我們呢 激活了我們生命裡面 跟神那個連結的時候 去愛神 最初開始訓練自己 就是很愛慕 放下自己所有 放鬆 慢慢呢 你會鍛鍊到一種操練 操練到自己呢 很愛神的心呢 跟神真的可以連結 你就在做每一件事的時候 你就已經很肯定 因為你在走神自己愛的路 知道神不喜歡的東西 就不做了 走神的路 神其實很活潑和我們交流的 你自自然就走到那條路那裡了 我解釋這個位置 我怎樣拿這個心得 就是當時呢 我病到覺得自己呢 有機會隨時死的 那時候我 是葉牧師那句說話呢 神用他這句說話 啟發我就是 你不要管你幾時死啊 你幾辛苦啊 你現在是不是答應我 你繼續走神的路啊 我那時候這句說話 就是我最大的啟發 一個 我當時呢 呼氣都很辛苦 我要帶呼吸機的 不用下街 我認不到路 就是 已經是一個這樣的狀況裡面 要丈夫每天幫自己 洗澡的 沒有自理能力的一個人 在一些這樣的狀況裡面 葉牧師這句說話 令我覺得 我不是一個無用人的 當時 那我就想 還有什麼用呢 於是他的心 開始就尋求上帝 葉牧師跟我講 你只要答應神 你決定了要走他的路 他一定帶你的 怎樣帶你 不知道的 我都不知道的 他說 總之你跟神這樣說 我是這句說話 令到我的人生改變了 那我就開始 由那時候開始 只是想 什麼都不是最重要 因為我們原來 對最終都是去永恆的 我們的永恆世界 不是死了之後 是現在已經進入永恆 那為什麼我不藉著現在 患者身體這麼差 又動不了 我就多一些在靈裡面 親近神 我不是經常都成功的 那時候 因為身體真的令到我很苦 而那個情況就是堅持堅持 誰知道有一天就趴著自己裡面 按 啟動了那個按鈕 然後我就想想 連結在神裡面 經常 我剛才就分享 我裡面最大的祈禱 是一個說話 是讚美主耶穌 哈利路亞 這幾年來我都是這樣 我不是出於特地的 是裡面有一個聖靈在我裡面 湧出一份敬畏神 讚美神的心 而這些東西背後是因為我立志 我一定走在神裡面 走到永恆的開始 於是乎我就放下很多自己的思維 覺得這件事要這樣做才對 這樣做就不對 去用很多時間去判斷東西 我就不再是用這個時間去判斷東西 而去敬拜神 但我發覺越多敬拜神 心裡面越愛慕神的時候 當困難 無論是逆境信境的東西來 我都處於泰然 我是想跟大家分享這個地方 當我們常常連結耶穌基督 那個聖靈的時候 那些事情發生的時候 我們會突然間多了一份智慧 你問我為什麼 不知道為什麼 我要歸功的就是 一直連結在跟神的關係裡面 是因為這個原因 那突破我很多東西 所以我不知道 能不能回答姐妹你自己 剛剛這個問題 就是當那些問題真的來到很緊急 我們未去操練到一個這樣的狀況的時候 當我的困難來到很緊急的時候 我都會用五性討告的 但是我往往發覺 我今天的服侍 侍奉的崗位裡面 五性討告幫不了我 所以我就信得過 聖靈自己的討告 方言的討告 是聖靈自己的討告 是神的心意的討告 神的指要達成 所以我就不再用自己的心意去討告 我只是用方言去討告 然後我討告完之後 最大的秘討是很厲害的 我不再拖著那些東西 我很相信神一定幫我處理 但是一次又一次這樣 我的欄杆是一路過的 我看到神的活潑就是這樣 我們連結於他那個位的重要 我是很渴望神的旨意成就 首先 所以每一件事 譬如會引起我 令我能動的 特別是家人 我們要明白 會引起我們自己的心態 我就會說神你掌權 我的五性就是神你掌權 你帶我經過 一定能勝過 譬如醫生說的那些事情 我老實說 我在幾年前 我判了在醫生裡面 我是一個腦退化症 沒得醫的 已經準備死了 醫生的事情 是不是一個結果 我在這些事情裡面 我領悟到一個真理 我們的命在耶穌裡 不在醫生裡 所以我們要有一個信心 知道 就算醫學報告出來 事情多差 我已經見過了 我曾經見過 有一些人很愛神 醫學報告多差 但他的生命不像 是一個這樣的病患 不像 而你問他 他說 出來了好像每樣東西都回答 我認識一個弟兄 他是末期被嚴癌 醫生判出來的整個報告 很多問題 但是他很喜樂 為什麼呢 應該一個末期癌症 到一個這樣的情況 只剩下幾個月命 應該很慘 他不是 他還出街逛 還說 很有力量 他還可以幫忙搬屋 問他 他說不辛苦 不知道力量哪裡來的 去到醫院 醫生問他 聽完之後 醫生護士回應他 這個真是神跡 他正在見證神 我很相信 我們的命在神手裡 身和死都在神裡 當我們知道這是一個真理 真理就是永遠不變 神的壞是真理 他永遠都是這樣 我們的神就是這樣 當我們越去認識我們的神 的屬性 知道是一個怎樣的神 所以 護士很多時候 到我們查經會說 你覺得神是一個怎樣的神 就是說這些 這些很重要的 對我們來說 他是慈愛 真實的 他說過的事情 他會做的 當我們越知道這個時候 我們就會堅定在神自己的裏面 不容易搖擺 不會被一個世界的疫情 跟著就怕到不出街 不會因為一個世界的壞書式 跟著就怕到這個不敢吃 那樣不敢吃 這些位置全部是要由 在神裡面 愛慕神 學慕神 讓神的話 跟自己連結 之後你就會發覺 這些事情對自己 不是那麼重要 那些的疫情 不是那麼重要 好 謝謝你的分享 好 謝謝你的分享 謝謝你的分享 好 謝謝你 謝謝你的分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